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红敏闹的7pro对比测评魅足闹的9 第一个环节就来对比大家最关心的性能 魅足闹的9和红敏闹的7pro都是骁龙675 我知道骁龙660 骁龙670 骁龙710 骁龙712 这骁龙675又是什么鬼啊 赶紧摆读了一下 哦 675原来就是高通牙膏厂新挤出来的一颗处理器 处理器工艺制程升级到了11纳米 CPU升级到了高通第四代 可可怕用 夸耀 460核心架构 单核性能很强 甚至能和845打个平手 但是GPU很弱 核6600一个档次 是一颗严重片刻的处理器 高通现在蹈法越来越精准了 哎呀 我好愁啊 中端处理器不只是中端处理器 整个手机处理器基本上都被高通给包园了 中端就华为的一颗70710 性能不行还不输 而且还不外卖 联发科已经量量了 处理器一家度大 那牙膏岂不是想怎么挤就这么挤 哎呀你说咱们瞎操心什么啊 你愁能愁出处理器吗 非常考验手机重度使用系统流畅度的20款应用 两轮打开时间 两款相同处理器相同内存的手机却出现了明显差异 连续打开20个软件 第一轮红米NoteC Pro整体领先一个应用 但是在第二轮就出问题了 打开第五个应用时出现了白屏加载 第六个应用时出现了三秒的黑屏 后面甚至点击投票几秒之后系统才有反应 小米手机 而魅族NoteC Pro则是让我非常惊讶 虽然仅有6GB运存 但是20个应用没有啥是一个后台 每个软件打开时动画都非常流畅 系统跟手 点击投标之后软件都能立刻响应 感觉比车魅族16plus还爽 里面果然有闷到 魅族那个要直播贵榴莲的工程师 哇 直播贵榴莲 哎对就是他 说这是系统上的一个彩蛋 本来准备在魅族16s上公布 没想到被我们提前发现了 最后魅族NoteC Pro平均耗时135秒 HomeNoteC Pro耗时164秒 连6GB内存都能在后台保留20个应用 那8GB究竟有没有浪费啊 那10GB12GB运存的手机呢 难道这就是消费升级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实际游戏对比 这次游戏环节 我们还选择了710的小米8SE 和独家首发712的小米9SE 一起对比处理其性能 咦怎么都是小米 第就是先来看新版王者荣耀 每款手机连续测试三局 先来看第一局 两台被夸出花的骁龙675表现并不好 游戏过程中频繁掉帧 对战中最低甚至能跌破40帧 最后一整局 红米闹的气泡平均帧率55帧 魅竹闹的956帧 而骁龙710和骁龙722的平均帧率都是59帧 第二局 魅竹闹的9平均帧率是57帧 红米闹的气泡依旧是55帧 第三局 魅竹闹的9达到了59帧 越战越勇啊 而红米闹的气泡呢 是56帧 就在这一局 小米8SE处理器调度出现了问题 帧率大幅波动 频繁跌破40帧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bug 严重影响到了游戏体验 而小米9SE依旧是59帧 王者荣耀这两台手机区别这么大 那咱们再来看看刺激战场 有没有这么刺激 这几台手机默认最高画质 都是高清加高帧率 不行 这个画质没压力啊 咱们直接来破解最高画质 HDR高清加极限帧率 这次我使用一台855的旗舰机玩 让四台手机同时观战 全部都打开游戏加速 屏幕亮度都调到相同的200尼特 第一局 HOMING NOLO7 PRO平均39帧 魅珠NOLO940帧 小米8SE49帧 小米9SE52帧 第二局 魅珠NOLO9依旧是比HOMING NOLO7 PRO高1帧 小米9SE依旧是比小米8SE高3帧 游戏总结 在两个主流大型游戏上 魅珠NOLO9的帧率表现 都要比HOMING NOLO7 PRO更好 尤其是王者荣耀上 原因是魅珠NOLO9的CPU大核 基本全程维持在1.9GHz 至2.0GHz之间 打死不降频 GPU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频率 而红米NOLO7 PRO的机身一热 大核就降到了1.7GHz左右 处理器并没有全力以赴 所以魅珠NOLO9游戏表现必然更好 但是魅珠NOLO9大核打击鞋 带来的第一个后果 就是机身发热严重 在室内温度24摄氏度的环境下 连续两局望着荣耀 魅珠NOLO9机身背面最高温度 竟然能有50.2摄氏度 连续玩一小时 吃一战场 魅珠NOLO9发热更严重 背面最高温度达到了51.6摄氏度 简直是恐怖啊 兄弟 你这还是在默认最高画质下呀 查看榜台 前后都是旗舰机 此时魅珠NOLO9是不是应该骄傲一下 终于有一项真的媲美旗舰机了 第二个后果就是高耗电 相同画质相同屏幕亮度下 魅珠NOLO9一小时汪着荣耀 竟然耗电33% 红米NOLO7 PRO耗电26% 都是世间豪然时的电池 魅珠NOLO9却多耗电7% 所以在玩游戏时 魅珠NOLO9调度更激进 真率表现更好 但是牺牲了续航和发热来换取游戏的稳定性 红米NOLO7 PRO的温度和发热 控制的都比NOLO9好 但是游戏稳定性表现稍差 知道大家喜欢玩游戏 我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有个叫小白优品的二手手机平台 1600块钱 你就能在里面买到 骁龙835的1加5 或者是128G的魅珠16X 都是旧五星 甚至再加200块钱 你就能买到85的小米吧 好了好了 我不能多说了 让外人知道全都买走了 拍照环节也是这次对比的重点 魅珠NOLO9搭载的是三星GM1 红米NOLO7同款 而红米NOLO7 PRO搭载的是 IMX586 这可是小米9 IQ00科技标杆同款 3000元国产旗舰专用CMOS 直接被红米干到了1000多块钱 白天光线良好的情况下 魅珠NOLO9的天空纯性度 明显不如红米NOLO7 PRO 纯色的天空上有很多颗粒感 转到暗处 也是红米NOLO7 PRO的表现更好 再看一下小米9 哎我去 小米9你怎么模糊了 但是这一组 红米NOLO7 PRO明显是发挥不稳定 画面放大一看全是模糊的 大白天的你竟然没对上焦 魅珠NOLO9的照点感人 但是最起码对上焦了 小米9和小米9SE自然就不用细说了 这一组室外的解析力 画面中心的大楼 四者的绝对清晰度都差不多 但是魅珠NOLO9的画面颗粒感 依旧是非常严重 纯净度和IMS586的另外三代机器 有明显差距 而且锐化的痕迹也比较明显 之前关于GM1和586的跨入度 咱们对比过 GM1要逊色一些 这次也不例外 同样的场景下 这一组的高架桥栏杆 只有魅珠NOLO9过报了 其他三者都完成保留了细节 在这组典型的大光笔样当中 四者都触发了自动HDR 魅珠的HDR算法进步还是挺大的 楼顶玻璃的高光全都压了下来 追平了586 转到二入暗处的光光牌 惊天大翻转 小米9竟然是最模糊的 被HDR和小米9SE按在地上摩擦呀 再来看一下纸边的控制 这组不放大 大家看似表现都很稳定 又算讲了数 HDR和魅珠NOLO9都是纸边严重 魅珠NOLO9更是模糊成了一片 那么大家做好复位了 我要放小米9SE了 怎么样 小米9SE 你值得拥有 夜景模式上 魅珠NOLO9是第一台 搭载夜景模式的魅珠手机 红米NOLO7 Pro同样有夜景模式 两台手机的夜景模式 打开之后都是效果提升明显 咱们仔细来对比一下 这一组麦当劳门口 NOLO9的画面整体量度控制的不错 但是画面细节比红米NOLO7 Pro稍差一点 百油马路的纹理也全都被涂抹没了 魅珠的夜景模式和小米一样 在拍摄灯箱时 高光都能压制下来 但是可能是因为第一代算法 地面地砖的缝隙全都被涂抹没了 而鸿米NOLO7 Pro的算法则成熟多了 和小米9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画面中心的解析力 二者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差距 魅珠这个GME调教还是可以的 相机总结 一轮实拍样张比拼下来 魅珠NOLO9主要是画面纯精度上 不如鸿米NOLO7 Pro 解析力二者都是四合一的1200万像素 实际差不了太多 快热度稍差了点 但是可以通过HDR算法追回来 反而小米9则是频频翻车 在一千多的鸿米NOLO7 Pro面前 没有一点面子 魅珠NOLO9的夜景模式 虽然是第一次面试 但是高光压制以及画面的清晰度 和经验老道的小米有得一拼 但是还是因为第一代算法 在地面的处理上不够成熟 和小米有些差距 续航方面 魅珠NOLO9和鸿米NOLO7 Pro 都是4000毫升的电池 在我们最新版的5小时续航测试中 对 我们又加了1小时抖音 鸿米NOLO7 Pro一共耗电73% 而魅珠NOLO9竟然一共耗电91% 都是4000毫升的电池 魅珠你怎么这么耗电 看一下两者的详细耗电情况 在一小时视频上耗电是一样多 但是在一小时微博和各一小时游戏 以及一小时抖音上 都是魅珠NOLO9更耗电 尤其是一小时王者荣耀 整整比HOMYNOLO7 Pro多耗电7% 分析主要原因是因为 魅珠为了保证游戏的流畅度 处理器调度的太激进 但是在不需要处理器高频运行的 微博和抖音上也是魅珠更耗电 这就是系统优化的问题了 在充电上 二者都是18瓦的充电器 巧了 也都是随手机附送 不用在家10万钱买了 真划算啊 查看二者的详细充电空力曲线 基本差不多 最高空力都在15至16瓦 从0充到100% 魅珠NOLO9110分钟 红银闹的机票112分钟 在半小时和一小时快充上 二者也没有太大的差距 总结 视频到这儿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 这两款手机特点鲜明 来 拿把梳子 我再帮大家梳理梳理 魅珠NOLO9的优点 系统高强度使用时依旧流畅 玩游戏时帧率更高 有现货 随时购买 魅珠NOLO9的缺点 玩游戏时发热严重 日常使用续航较差 机身为塑料材质 质感较差 红米NOLO7 Pro的优点 主是IMX586 拍照有时能深自追平小米9 有红外遥控 同价格下 内存是128GB 双面康宁大猩猩第五代玻璃 PIR纳米输水涂层 魅米NOLO7的缺点 系统流畅度优化交叉 长时间使用 有卡断的风险 没现货 需要预约 而且预约了 也不一定能抢到 又是一期小米和魅珠的对比视频 一期一期的对比到今天 见证了两个厂商的崛起和衰落 曾经小而美的魅珠 渐行渐远 除了旗舰系列 其他系列甚至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为了妥协市场 砍掉了魅蓝制品牌 别人出刘海瓶 我出刘海瓶 别人出水滴瓶 我出水滴瓶 感觉像是乱了自己的节奏 而小米这边明显走得更快一些 把红米独立出来 钻打性价比 堆掉堆得非常狠 能上了不能上了全上了 甚至都抢走了小米数字系列的风头 虽然魅珠这边也是诚意满满 但是在不要命的小米面前 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对于红米NOLO7 Pro 我只想说 闭着眼一买就行了 前提是你能抢得到 怪不得大家都传言 现货 现货 就是现在没货 什么都好 就是没货 最后 魅竹纳纳纳和红米NOLO7 Pro的全部数据 已经更新到小白测评论微信数据库 想详细对比他们的屏幕亮度 续航 充电 限农速度 等等数据 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直接从底来进入查看 所有数据 居为真实测试 对数据库 或者对我们的视频 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微博 小白测评 来联系我们